16日下午,位于县府大礼堂内举行了《美的不像话、飞去不可》产品发布记者会 县长黄建廷、立荣航空首席副总经理陈雄志、易飞王周云生副总 台东太马里子弟黄朝亮导演、县府观光旅游处长江慧卿、县议员翁丽莹 太马里乡长陈正俊以及相关地区参旅业者皆纷纷到场参与本次的记者会 太马里种植咖啡历史悠久,香味独特,而太马里更是最重要的盛产地点之一 立荣航空首席副总经理陈雄志表示 这次在太马里子弟黄朝亮导演力荐之下,与易飞王国际旅行社合作推出 立荣假期《美的不像话、飞去不可》又会形成,让民众能够体验慢活悠闲风情 这次立荣假期《美的不像话、飞去不可》的产品 我们平日出发两天一夜,包括来尾的机票和宽店只要3900块开始 甚至比来尾的机票还便宜 那我们也特别推出三个优惠的提示 除了机票还有饭店之外,我们还送了一个太马里金针山半日游 还有咖啡DIY的一个行程,让大家能够体验南台东的慢活悠闲风情 县长黄建廷表示,推动观光之外,希望能够以预购、认购的方式帮助农民 藉由旅游活动概念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年轻人返乡工作 一波特风灾过后,我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让台东尽快的恢复过来 那怎么样帮助那些现在连东西都没有可以拿出来卖的农民 让外地的民众、企业或者团体可以上我们的网络农场 那边有一个尼泊特农业专区,里面的产销班,里面的农民 请大家去预购他们的产品 想利用乍旗游玩的旅客,不妨来台东享受慢活的步调,放松紧绷的心情 东台新闻,王春文,台东市采访报道